精选最实用的医学薪资 以及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 人生故事等共16个主题 带你轻松掌握健康大小事 潘怀宗健康On Air有声书 一套8品CD装定价699元 订购请洽0283692698 大家好 我是王岳 舞台上最难呈现的 莫过是生离死别 爱自己 爱家人最好的行动 就是安排健康检查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 以精密仪器及专业医疗团队 详细透析身体状态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 0800 015 104 00923群艺台湾ESG低碳ETF 台股首档低碳市值型ETF 追踪指数年化报酬率超过16% 精选市值50家低碳龙头企业 长期存股首选低碳市值型 台湾50大00923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祥月公开说明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如果以后再有投资了 你不是听来娱乐的 听来这个解寂寞的 然后你自己本身有在投资 然后长期每天都会听我们的节目的 我觉得都是很用功的听众朋友 用功的投资人 那至于说用功的听众朋友 用功的投资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你自己会去判断 来宾或是主持人我们所谈的内容 那我当然觉得就是说 不管来宾或主持人我们讲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有参考价值 你就把它吸收起来 但你如果说觉得听听就好 那当然就是你就可以听过去 所以长期听 然后你如果又可以吸取别人好的经验的话 你自然会成长 我觉得投资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教学相长 那我个人也是这样子 这二三十年来 其实我就不断吸收别人的好的观点 那自己再去做精进 那我想这样子我们投资上面的这个功力 就会持续的往上提升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的分享 那不管来宾他们什么性质 讲什么内容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都可以参考 那至于说要不要开放留言板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都尊重来宾的 来宾要开放我们就开放 开放我们当然就尊重来宾是这样子 那也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那回到了刚谈到整个AI股 经过这个礼拜的大跌 大洗牌之后强弱分明 那我刚刚有举两档例子 比如说伟创 伟创这个礼拜全周跌很深 跌到了这个27.4% 那当然因为他今年涨非常多 涨幅超过400% 他自然跌幅也会相对大 那股票本来就这样 怎么涨就怎么跌 那广达全周跌幅也不小 16.8%的幅度 但是你们发现 广达的跌幅就比伟创小很多了 那广达相对今年的涨幅 也没像伟创这么多 那另外呢 跌幅更小的 大家可以去看像 散热都在讲两档 这个双红跟齐红 对不对 齐红这个礼拜跌幅不到3% 双红跌了这个10%多 十几% 所以你齐红跟双红比起来 好像齐红就相对强很多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台光电这个礼拜跌幅也不到4% 4%左右 所以台光电相对又在AI整个族群里面跌幅 我讲的是全周 跌幅最小 那刚刚讲到联发哥 联发哥呢 他在这一次的这个台股 这个礼拜的下跌里面 他相对是涨的 他涨了7%多 所以整个全周的这个股市的变动 我们可以就这个个股的周线收的一个情况 再去推敲强弱势族群 或者在同一个族群里面相对 你可以去做一些强弱势的排行榜 那他能强 像伪创跌了30% 那他只能跌他只跌3%跌4%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只跌3%跌4% 经过这么大的一个集体的一个行情的受挫 同族群的集体行情受挫 他为什么只跌3%4% 他是不是下档有一些买盘 为什么有人要去买他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了 听众大家参考 那像欧洲股市 这个目前是小涨格局 英国德国法国都是在平盘之上 那美国的期货盘呢 目前纳莎指数涨了有0.7% 主要是因为这个亚马逊盘后大涨10% 财报不错把整个盘式又重新恢复了一个生机的一个味道 那经过这个礼拜的一个大洗牌之后 我不晓得大家对整个台股后续的一个方向 跟今年整个景气搭配的一个方向怎么看 正好我们今天请到了 这个Smart致富月刊的林振峰社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听听看振峰的看法 就是说从宏观的经济面上面 景气面上面 在伴随了这个台美股市的一个方向 我们来听振峰的看法 振峰你好 莫娃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这个礼拜我看到很多投资人脸都绿了嘛 对 先前那个AI股涨的时候大家很兴奋 那跌下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不知道可能没躲过就被套到了 伪创也出现违约交割 然后礼拜三融资也大减 相对有很多人应该在这一波里面有受伤了 最近好像就是AI变成BI 之前是没有买到的比 现在是好像套牢了变比 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一次的主流股 其实如果我们常看市场行情的话 这种主流股在换手的现象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其实诚如 莫娃哥刚才讲 这个伪创跌了二十几% 其实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正大家有稍微研究一下技术现行 或是这个对这个技术分析有点了解的话 事实上没跌超过三成 在一个这么强势上涨的股票中 没有跌到三成都还是非常强势的真理 当然我不是说后面不会跌破三成 只是说其实到目前来看 又就有一点买盘进场的话 就说这盘看起来 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弱 虽然说 大概在七月这段时间 前面这段时间是法人买的比较多 上半年法人买的比较多 但七月进入七月之后 因为大概市场大已经涨得太高 反而买很稍微就是变得比较少 然后融资瞬间变得太高 感觉起来就是融资符合一瞬间 在七月之后就变得非常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出现市场的一个现象 那不过在这个个股之外 我们当然回来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那总体经济的状况 因为我们说这一波到底是有机之谈呢 还是无机之谈 如果你要是有机之谈 至少要有一些前期的一些迹象 我们可以参考 那确实也是在各种坏消息中 有少数的好消息 比如说我们讲的坏消息是 外销订单还在跌 这个出口值还在跌 那这个PMI这个采购经济人指数呢 制造业这个部分呢 也还没有过50 因为50以下是收缩 50以上才是这个扩张 没错 现状到到这个六月为止都是这样 但是有少数的一些比较更领先的指标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呢 却有一点点转好的迹象 比如说在这个制造业里面 有一个是未完成订单去减库存的这个指标 现在看起来呢 还是有一点点负值 可是已经从第一季的负值很大 到现在呢 已经负值变快要接近零轴 也就是说快要翻正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厂商的未完成 手中这个已经接到单程 但未完成的部分呢 它比这个库存大很多的时候呢 那就表示哇 这个其实市场上需求很大 我要赶快生产才能弥补这个库存的不足 那如果减出来是付出 就表示这个厂商中端厂商库存太多了 光是要消化完都还要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从这个数据来看 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 终端客户那边的库存 已经消化到一定的阶段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什么时候这个新的需求呢 能够一个带动一个新的需求 让这个厂商这边的订单会增多 那这个部分大家现在都在看嘛 就是有两有两个关键 一个当然就是开学返校季 这个开学之后这个需求 另外一个就是圣诞节的这个旺季 现在来看我们是最 先观察九月这一波到底强弱怎么样 如果九月这一波算是中性偏强的话 那我觉得年底这一波就会比较可观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就是我们分两阶段 我们不是说百分之百 就是说一定会立刻转好 因为也有可能盘底的时间 会持续比较长一段时间 只能说不再恶化 但要转强就真的要中端需求 要整个上来一点会才会更有机会 那这个是在各种弱势的指标中 比较属于强势一点的总体经济的指标 就是说现在目前看到总体经济面 当然以台湾的状况来讲出口不好 外销订单不好 这两个东西是联动的对不对 另外景气灯号仍然还是在 这个一定因为只要外销差景气灯号一定差 那13分 13分要到这个17分还差4分 对不对 17分才能翻成黄蓝灯 所以呢这三个指标呢 基本上还是在谷底 还是在低档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刚刚谈到了PMI这些领先指标的部分 它其实已经比较明显的有开始在好转 就没有那么坏了 不能讲说好转 就是说没有先前这么坏了 那这有可能是整个AI所带动出来的一些效应 对不对 因为你也不能讲说AI没有带动效应 我觉得还是有带动一些效应出来 我觉得只是说够不够去 AI的这个需求一定没问题 就长期来看大家一定往这方面发展 现在只是在说消费性电子产品 就量跟整个层出来的这个种植呢 毕竟还是整个市场上最大的需求 如果那一块呢衰退的幅度呢 不赶快收敛的话 AI的新增需求是没办法cover它 并且转成正成长 那AI的需求它是逐渐成长上去 如果一旦这个消费性电子的需求呢 反弹就是至少只跌了 稍微有点小反弹了 那就会变成两个正数 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机会 市场有整个比较像样的经济复苏的时候 那所以我刚才前面讲说 如果九月返效需求那边不差的话 那到年底的购物忘记 就因为它至少那个是消费潮的这个 一个重要的时刻 至少它反弹上来 那因为AI是基本上一定是往上成长 所以这两个联动之下呢 我们当然就很有机会在那个时候看到 当时尤其是去年12月基期也比较低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会 蛮有机会看到说 一个比较像样的付出的讯号 因为苹果也公布出来最新的财报了 对不对 那你讲实在 如果连苹果手机都卖不动的话 什么东西可以卖得动 对不对 那我跟各位讲 苹果你可以看到 它公布出来最新一季的财报 它的营收跟EPS虽然超出预期 然后它的服务收入创历史新高 而且大中华的营收并不差 你不要说苹果营收不好 是大中华拖累并不是 但整体苹果的营收 就我们刚刚讲说 尽管前面讲那些东西都不差 甚至超出预期 但整个季度的营收 仍然出现了2016年以来 首次连续三季度的年比的下滑 所以基本上它整个营收的状况 在动能上面确实还是相对偏弱的 那苹果的市值 现在目前是三兆美金 同时在公布营收的当天 因为它盘后公布 当天的话它是连续三天下跌 股价在这个礼拜一 苹果股价是创历史新高 今年苹果股价涨47% 那纳萨克指数同期涨33% 标普涨17% 去年苹果股价是跌27% 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再继续跟您谈下去 A7我最硬 为您带来新式的花鼠给我一下 我以为入镜了 我以为入镜了 OK 谢谢UJ的donate 请社长客啊喝咖啡 请Poly赶快弄个咖啡进来啊 感恩感恩 请Poly赶快弄个咖啡进来啊 我这边只有茶啦 没有咖啡 这正常啊 你总要反映一下嘛 不然人家降频 你总要意思 不给面子 不过2011年那次标普调的时候 也是反映个一两天而已啊 因为那个就是纯粹 财经市场就有这种信心啊 巴菲特照买啊 对不对 巴菲特照买 这个世界就是拳头大赢啊 所以巴菲特也是洗了那么多美债 他怎么可能看空啊 对不对 他一定要给他拼下去的 就刚好在 升洗到尾巴之后 再刚好又有一个利空 让那个 价格又往下再跌一点 我觉得每在长期买的就放的就好了 对啊 真的讲 所以说你之前介绍技嘉哦 谁 超过车长有介绍技嘉哦 没有吧 我们都只是在这边聊而已啊 谁讲说介绍技嘉 没有吧 UJ特别有感应 他感应到了 很久以前啊 是不是 真的 那是我在做那个 我之前有做 就去年的时候 我有做那个 呃 灰达的特别节目 在我那边的时候 对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苹果第三季的营收 是818亿美金哦 那市场员估是817 所以好预期哦 去年同期是830亿 当然是不如去年同期哦 然后另外在 呃 上一季的营收呢 是948亿 也不如上一季哦 就是说 持续的营收在下滑了 EPS是1.26 哦 虽然年比增幅5% 但是呢 基本上 呃 看起来 EPS成长的动能 并不是很强哦 毛利率呢 44.5 比市场估计的 44.2来得好 那iPhone呢 哦 占苹果的营收 我们刚刚讲 818亿里面呢 达到396亿 也就是说 几乎一半哦 是iPhone了 但是iPhone的营收 年比下滑2.5% 市场估计是399亿 所以iPhone的营收 是不如市场估计的 不如预期的 那盘后苹果股价 曾经涨1% 但后来又跌了2% 那这个我刚讲的 是苹果估计的第三季 它的这个 等于说是苹果 苹果的这个 第三季的财报是这样 那另外呢 它也有 在电话会议里面 库克也有暗示 它的这个营收有可能在下 现在目前这个季度继续下滑 还有可能再继续下滑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苹果从原本涨1% 变成跌2% 股价下跌 但是亚马逊就比较好 亚马逊的营收 年比增幅11% 1343.8亿 好于预期 第三季 它预估呢 是138到143亿 年比增幅是9到13% 也好于预期 25亿 那也比市场原先预估的 54.1亿来的好 那去年是25亿 那第二季的盈利呢 基本上终结了连续两年衰退的趋势 所以转赚钱了 那亚马逊盘后大涨10% 就是好预期非常多 所以你从苹果的这个iPhone 麦布鲁市场的预估来看的话 的确景气就不好 对事实上其实以我们说本来 一看美国经济 我们可能苹果就是放在最前面看 就是说联动台湾的这个部分 但事实上我觉得苹果 就越来越像一个软体跟服务的工作 所以从长期来看 它的这个iPhone的这个销量的趋势 我觉得就是它要成长很难 但是也应该到了一个 落底的大概一个阶段 就是说因为它大概就固定 有那些换机的需求 但那个需求也不会成长太大 所以整个它对它自己本身就是越像服务业 它还是会持续一个非常赚钱的公司 可是相对台湾因为供应它的 它做那些服务都不是台湾能够供应它的 所以可能可以卖一点AI 但这个部分可能也不光是苹果买而已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你现在真的确实就是要去看那些 不管是灰达或是AMDR或者是说Amazon 甚至是FB这些 当然加上苹果 它们总和起来 它们对某一个某一些新的产品 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AI 这个需求呢 才会真正的影响到台湾整个电子产业的关键 那特别其中我觉得还是要 要谈回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像我这期是在月快里面特别想要就是说 我们总体经济我们刚才谈的是那些指标 那台湾我们确实还是要回头去看一下台积电 虽然它的在最近在股市表现真的不好 也不是说大家在AI概念股会热门的地方 可是因为它对台湾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 所以你如果要去去追踪一下它的 因为它这一次的这个不管是它的这个财报出来 还下修了财者这些 如果台积电整体的它的未来的销售到第三季的时候 能够止跌往上了 甚至到第四季的时候能够有更明确的付出 我觉得那这个可能会是对比较多的投资人来讲 就是你可能对一般总体经济指标没有那么敏感 那我觉得个别台积电的这个财报 就整体台湾经济一样可能会更直接的明显 大概你只要看到它好 那大概其他台湾的产业就不会坏 对电子产业就不会坏 而且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 就可能看到景气是脱离了蓝灯 那台积电要好的话可能也要到第四季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 因为它的这个中端 我们就说因为它应用的产品里面 就是电子产品一定是要先止跌 那我觉得也是相对我们前面来讲有机会是 我们刚才说到台积电之所以会一直往下掉的原因 就是那些消费性产品的衰退太大 而AI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家都在疯狂追逐AI 可是AI虽然它也是一个扩增式的需求 比如说台积电股可能占它营收10% 但这个部分就10% 对就但是那个消费性电子就30几% 你还是要把30几%那个洞先补起来 如果那个洞没有补起来 你其他成长AI成长空间就不足以翻证 所以现阶段的台积电就真的很像台湾出口产业 就是最简单的观察指标 你大概就而且这个好处就是说 经济指标大部分都是发布的落后的指标比较多 但台积电他要对他都要做对未来做猜测 那个猜测我觉得很好 因为台积电至少还他看到多少 他至少是相对诚实 看错是一回事 但至少他是很诚实的来发布他心中的看法 那我觉得台积电好像还没有达不到猜测 对就是第二次下修的猜测 我们说希望他下一次再出来 下一季再出来做这个guidance的时候 至少不要再下修 甚至有机会上修一点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会是一个很好 整体来讲对整个电子产业 或对整个台湾机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翻转 基本上台积电对下一季度的猜测 基本上我记得没有 还是暗淡的 应该他过去的经验记录是没有偏离太多 但是他今年是两次下修全年展望 那全年的这种东西因为变数太多了 下一个季度比较好看 他手上的订单各方面他都应该比较有把握 那不管怎么讲 台积电下半年如果真的落底的话 那明年景气要再坏的可能性就不高了 可是如果说台积电第三季跟第四季 台积电接下来的法说会 就像刚刚正锋讲的继续下修的话 那真的 那真的要小心一点 就是说我们虽然希望说他是要落底向上 但是确实就以台积电下一季的法说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他刚好就跨了 他那一季的需求就同时跨了第三 九月的返校季跟十二月的这个消费旺季 那那个时候我觉得对大概全年度 以及甚至明年第一季的这个展望 就已经大概相当清楚 所以那一季已经大家认真看 据我知道台积电现在三奈米是 采农利用率是百分之百了 但是三奈米的量率没有那么好 那另外呢台积电现在目前景气要上来 最主要是看五奈米七奈米 还有这个承收制程像二八奈米 这些现在目前的采农利用率 其实大概大概都是在 六成五成七成这样的一个水准 所以这些如果要能上来的话 就很明显就是紧急 就是消费性 因为那边大部分都是成熟性的消费性电子 就是手机晶片啦 或者说一些这个比较成熟的这个 这个产品的部分 那这个产品其实这些 因为它的成本大概都已经摊得差不多了 所以它的收入一上来的话 其实就是很大的利润了 对好 那另外我们最后再讲一下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人很关心那个美债的问题 这个美债 最近好像我今天最后一段 六点半到七点 我的标题是什么 我的标题是这个 惠玉降频啊 美股没崩啊 美债崩了 为什么 我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观点 不过在我讲之前我想问一下这个正风 你看这个美债 最近ETF大跌 这个跌的很重 然后美国十年期国债值日创今年新高 已经突到4.2 然后一幅好像要突破去年那个4.25 那个位置 这样感觉起来有点可怕 你不知道你怎么 你的观点是如何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 大概它就是一个短期反应了 我必须讲 那个2011年标准普洱 凯美在那时候 美国政府的官员也是跳脚 连从连从财政部也是跳脚 市场也反应了大概就是两天三天就这样 那因为其实大家市场就事实上也知道 全球金融规则至少现阶段还是美国在制定的 所以基本上美国没有这种所谓的还不起债的问题 但你说要不要尊重一下这个性贫被调降这件事 我觉得这财务面上你还是要尊重一下 确实的确美国的财政的实力 我们必须说他确实没有像以前那么坚强 但美国财政实力的下滑 并不代表他整体国力就在这个时候 会产生的比较大再新危机 这确实以叶伦来讲的话也没错 就是美国是不可能还不起 确实是如此至少是现阶段 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一个总和实力的计算 而不是只有财政实力 你有没有买美在ETF 我有 但是我比较偏投资等级债 OK 对啊 投资等级债最近也跌很重 对 但是事实上我们之前本来就有考量过这一点 就是说在考量到利率还没有完全到顶 所以我自己就是选择利息比较高的债 是因为假设资本利得有损失的时候 至少这时候你可以比较长时间拿利息 对 然后等待利率反转 因为利率反转时间也不可能太久 像比如说这个00679B 元大美在20年今天跌1% 这个礼拜跌幅不小 你可以看到全州 它持这个州的跌幅是比今天更大的 比较好 跨年烟火101美景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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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